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儿就到了这台麦腾旅行的底盘部分了 昨天的前后防炸粮的部分 也没看到进口的跟国产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结尾时候是跟小伙伴说 底盘的确有惊喜 那具体仅仅是什么 跟大冰块看过来 再说上面的东西之间 今天小伙伴去看看我手上的这个家伙 就是神吸一口气气上蓝天 一二三三 巨厚的一个钢板 这个真的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太沉了这个 这个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大众车下面对于发动机的保护 当时这东西厚不厚的确厚 你说对整车减重有没有帮助 没帮助 但是那个时候大众讲究的是 我如何把车造的结实 那这个钢板是如何固定在车上面的 它必定要有非常结实的地拿螺丝去拧 前面大家看到有一根非常粗的横梁 足足有一公分厚 特别特别结实 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底盘防寡蹭的级别 是要比一般下面的一个塑料板要强的多了多 这块板我们刚接手的时候 有一些寡蹭的 包括是有一些锈的痕迹的 后来也喷过了一层防高温的黑漆 然后是磨砂式的 然后把一些锈点也都给处理好了 大家看到 跟新的一样 固板拆下来以后就会看到上面的部分 我们昨天也跟小伙伴讲了 是一个EA888的发动机 也是一个第二代的产品 右手侧是它发动机的部分 这块是它的放入螺栓 拧的紧度是OK的 然后也并没有看到有额外的渗油的情况 这块是很干净的 然后发动机下面整个的油底壳部分 也没有发现渗油的地方 那下面的这块呢 还有一个液位传感器 也是机油传感器 再往前一点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电子的水泵 这也是后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必备的一个东西吧 在早期的时候我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传言 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你在开了一段时间后 停车之前一定要怠速的时候去让它降降温 我们不否认老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例如说像早期宝莱那个时期 很早很早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时期呢 是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它的整个的散热是靠发动机的那一个散热的水泵 因为它是跟发动机相连的 是靠那个去做循环的 所以说呢当你灭车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涡轮增压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温度瞬间的呢 就集中在那块了 因为它散不出去嘛 所以说可能会让你的轴承啊 包括说你的油风啊 会有过快老化的一种情势 所以说在早期宝莱那个时代 涡轮增压器漏油这个情况是有的 当时说呢高温是原因之一 后来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 就发展到了有电子泵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我在停车的时候 如果它监测到你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话 这个电子泵会继续对你的水进行循环 前面的散热风扇还会继续转一段时间 大家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了 随时灭车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左边呢是它的变动箱 这辆车采用的是一个双离合六速湿式的变动箱 这台变动箱的逻辑也好 包括说它的耐用度也好 驾驶感受也好呢 也是跟国产有很大区别的 这台变动箱呢叫做DQ250 也是大众早期推出的第一款 索尼克变动箱 大众是先推出的六速 后来推出的是七速 七速呢就为了一些小型车的匹配 而变成了干式的 现在的大众的变速箱 六速的只有这一款 剩下的无论是干式的 湿式的 横制的 纵制的 都是七速 大众在早期的时候啊 竟然还开发过一个 十速的双离合变动器 但是后来呢 是因为可能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 把这个项目就给停了 而十速的那个变动器呢 叫做DQ511 那这台变动箱呢叫做DQ250 其实DNC呢最早期的时候呢 是应用于赛车这一块的 那对于米用来说呢 从2003年开始 对于米用市场开始推出了 最早应用DSG的话呢 并不是我们国内看到的麦腾 而是早期的大众高尔夫 MK4的R32 这个是非常老啊 就是第四代高尔夫的R32版本 后来呢是在奥迪TT3.2上面推出了双离合的版本 然后再后来呢什么麦腾啊 然后后来现在的高尔夫啊什么的 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早期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的确失事会更早一些 那是干式的双离合变动器呢 是从2008年开始有的干式的双离合 双离合这东西嘛 的确在中国啊 说有过大的召回 这个是比较早了 是在2013年的时候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啊 就是大众DSG召回的这样一个事件 到了2009年的10月份呢 大众就开始召回部分中国的双离合变动器了 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这边呢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啊 就是一系大众宣布呢 将原来的DSG变动箱 从两年6万公里至保延长到四年15万公里 后来到了2011年呢 上海大众呢也扛不住了啊 因为上海大众后来也是大面积的出现这种DSG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召回 只是说我给你保修是不是 保修可是另外一回事啊 在2001年的时候呢 也开始四年15万公里 后来呢 到2012年国家质检总局出面了 开始向全国征集相应的信息 一直到2013年国内315曝光了这件事件之后 大众才决定实施召回 保修是什么概念 你这个车坏了 我给你去修 但是呢 什么叫坏 厂商说了算 召回可不一样 在生产日期之内 所有的变速箱 不管你好坏 全部都要给我换 这个叫召回 很明显 最后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才去进行了召回 因为DSG这个东西啊 其实呢2003年就开始有了 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产物 这块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啊 我在05年的时候呢 是在网易汽车的这块部门去工作的 当时我印象挺深的 有一个讲师呢 来跟我们去讲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呢 是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啊 那会儿收尼河还是那种特别高杂上的东西 还没有这个所谓的问题出现 那个讲师呢 就跟我们聊 说收尼河啊 从他的逻辑来看 包括说他的应用来看 哪儿都好 包括说他的生产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的可靠性是打一个问号的 结果真的没过几年 变速箱就开始召回 主要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他的机电单元有问题 第二个呢 是他的离合器有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他的用的变速箱油啊 包括说后来的棚结晶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同事他是有一个图案的 也是双离合 还没有召回的时候 他的变速箱出现问题了 因为他还是会认识一些人的嘛 后来呢就花了点钱 换了一套进口的变速箱 一直到他卖车都没有问题 当时呢 大众呢 现在啊 也算是都熬过去了 那批出问题的车 虽然说告诉你什么 终身质保等等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车年头到了 后来出的DSG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实我想聊什么 就结合这辆车 是德国本土生产的 为什么德国本土生产的车型 没有问题 而在中国之后呢 大众的大连的变速箱厂 生产窗离合 结果发现了那么大的问题 我只能说 原先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本土的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能说国产之后 之前试驾时候跟小伙伴讲了 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是因为了适应国内的驾驶习惯 你是改变了变速箱的逻辑 还是因为你的离科器片的质量有问题 这些可能是一系列的原因 最后导致了国产的双离合变速器 出现了大范围的毛病 DSG原本没有罪 问题是国产了 为什么就那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原装的没有问题 这是要深加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那再往后呢 就是放动机和变速箱的部分 当然呢 从保护程度而言 前面有根衡量 最重要是人家有一个大护板 完全把搬送机跟变速箱的保护在里面 您要有本事把这个护板给拖坏了 您是本事 真的 这个是很厚的一个厚度 继续向后看 看到了第二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副车架 从形式来看 依然是一个一体式的副车架 但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夏朗 一样是一个全绿合金的副车架 这也是进口原装货和后来国产非常大的区别 试驾时候的一个小伙伴去聊了 这台车在开起来的感受还是跟国产的是有不一样的 国产感觉会更愣一些 就是会更直接一些 而这一台车里面会有更多的柔性在里面 但是这个柔性并不代表它软 会感觉弹性会更好 旋款系统这块就做的比较简单了 是一个卖佛逊的旋款 非常的标准 然后有一个单层冲压的下摆臂 下摆臂跟仰角之间的连接点也是可以拆卸的 它的仰角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刹车盘是一个通通盘的形式 当然我们现在把四个轮子都给拆下来了 因为我们必定还是要去测量相应的数值 如果说买这台车的小伙伴心里面还有个数 前刹车盘的厚度是23毫米 后刹车盘的厚度是12毫米 后面刹车盘非常新 连凹勾都没有 前面的是有消许的凹勾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还是很厚的 上一阵车主前面的刹车片是刚换时间不长 它的厚度达到了一个12毫米的厚度 可以说跟新的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片上的字都是非常清楚的 并没有有太多的刹车粉在里面是很新的 后面稍微的薄一些是5毫米和6毫米在使用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四条轮胎我们也是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它的生产时期 有两条轮胎是比较新的 其中一个是19年生产的 还有一个是18年生产的 后面两条轮胎会比较旧一些都是14年生产的 应该是它的原车的轮胎 胎纹的深度我们也测量了 前面两个比较新的轮胎 其中一个是6.5毫米的厚度 还有一个是5.0毫米的厚度 那后面稍微旧一些轮胎 两个都是3.6毫米的厚度 后面两个轮胎再用的时间就基本上是该换了 再往上看可以看到它的驱动轴 设计的也是很有意思 首先不是一个等长半轴 这边是长半轴 那边是短半轴 因为它的变速箱是靠左侧 它的减速装置也是靠左侧一些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的这根更长的半轴更粗一些 国内的大众车型两侧都是一样粗的 那最多可能在长半轴这边 会有一个橡胶的东西防止公震 但是这台车的这根长半轴 它的粗度 开玩笑 如果是四驱的话 跟中央那根驱动轴的粗度 这个有点接近了 是这么粗 这边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一个级别 说为什么这台进口的车要这么设计 我们也是还原一下它的使用的环境 在德国这车跑得很快 设计在中国的德国车 需不需要跑那么快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中国的法规是不允许的 长半轴如果更粗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去抵消 因为你这个半轴比较长的一些金属的强度 越粗强度越强 而你的长度越长 强度越弱 相互抵消 小伙伴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第二点 长时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这个粗的半轴 是不是就可以大幅度的去减少它的震动 所以说这个进口的 还是根据当地的实际驾驶是一样 当时这个车呢 我开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开那么快 起码说在规定时速之内 说实话也体现不出这种优越的形式 人家真的是在德国高速上面 一跑跑爆表 一跑跑几个小时的这种形式去驾驶的 几个地方的橡胶呢 没有任何漏油的痕迹 也没有特别老化的 有裂纹的归裂的这种形状呢 都是没有的 这个都是保养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这辆车呢 是有一些生锈的地方的 首先我们看到防青杆的螺母生锈了 螺丝是没有生锈的 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都是螺丝生锈 人家是时间太长了 螺母生锈了 然后螺丝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打口螺的工艺做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金属的防身罩上面 是有一些锈斑的 中央这块是OK的 左边这端是有一点点生锈的 其他地方呢 就没有太多生锈的痕迹了 好 那我们再往上呢 会看到转向这一块 它上面呢 也是有一个面非常大的铝瓦 它是进行隔热的 对于那个年代的车 人家就已经想到了 这么完备的隔热的形式 就是为了让这辆车 在高速上面能够更稳定的运行 欧洲说实话 老车有的是 当你去欧洲去玩的时候 你就感觉像进了一个汽车博物馆一样 什么年代的车都有 这跟国内其实有很大的反差的 因为我们不否认 国内是因为法律法规的问题 可能很老的车就不能够上路了 包括说现在国二已经淘汰了 然后慢慢的去淘汰国三 但是欧洲呢 人家可能是心比较大 多老的车都能开 就是原因之一吧 好我们再往后看呢 就是整个底盘的部分了 那这台车呢 它的底盘是PQ46的平台 跟现在的MQB呢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虽然是一个将近十年前的产品 但是呢 底盘的平衡度呢 还是非常好的 更好的平整度 让你的高速这块 是会有更好的性能 因为毕竟有空气动机 学这个东西 两侧是有相应的护板 并且管线呢 也是藏的比较好的 刹车管呢 是从左边过去的 油管呢 会更靠上一些 它的隔热 做的是极其完备的 从我现在这个位置 一直到后面油箱的位置 你是看不到它车身的钢板的 完全被两边的护板 和中央大面积的隔热瓦 是完全包在了里面 在中央的这一段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底盘的加强件 然后有一个相应的螺栓 去进行固定的 再往后呢 会看到第二个加强件 左右呢是相固定的 排气从前到后 虽然是一个五年的车型 但是没有一丝的生锈痕迹 这样才叫合格 反观我们拆过很多车啊 不到一年几个月 特别秀了 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小伯 去分享那台进口的高尔夫旅行嘛 那台车的时间也挺长的了 也是啊 排气管一点秀都没有 跟这两车是一模一样的 再往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油箱 不是驼峰式的 当时呢人家的材质啊 是竖纸 就是试着油箱 排气管在左侧 有相应的铝瓦呢 进行隔着 到现在为止 你都看不到车身钢板 本来的地方完全 蜂蜜在里面是非常好的 油箱呢 不是驼峰式的 这就是意味着一个问题 如果这台车是一个四驱形式的话 它的油箱 包括说它的排气 都是会有相应的改变的 现在的话呢 国内 无论你是不是四驱的话 都是那种驼峰式的油箱 而对于这台车而言呢 哦 我既然不是四驱的车型 那我就用有限的空间 让你去装更多的油 您知道这台车啊 我加满油 可以加到多少升吗 70升 所以说它的油箱是巨大的 好 我们再往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复车架的部分了 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了 是一个全矿型的复车架 前侧呢 有一个非常粗的圆管是复车架的前梁 然后后边呢 是它的后面的横梁 然后两侧是一个方块形式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全矿式的复车架 在它的复车架的上一侧 竟然还是它的油箱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已经最大限度的利用后面的空间 把油箱做的足够大 这个其实对于大众而言 其实是多成本 对吧 也就是说我一台车两驱的版本 我就是为了要加一些油量 而多了一个模具 现在的一些思路呢 就是哎呀 反正一页都能开呀 是不是 你多这二升油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我还多一套模具何必呢 而对于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想到 我是一个两驱车型 后边这个空间浪费了呀 不行 我要把这块空间利用上 设计一套全新的油箱装上 不浪费 所以说这台车的油箱 真的看起来是非常大的 70升的一个装油量 它的悬杆系统就是比较简单吧 也是一个连杆 两根连杆 三根连杆 然后四根 三横一纵 一个标准的四连杆的形式 纵梁呢 是一个刀臂的形式 下面最主要的下肢臂呢 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那它的仰角呢 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生锈的情况 也是看到螺丝没有生锈的痕迹 这个车呢 四个变动我们都检测过了 没有漏油的形式 包括说所有的橡胶件 我们也是都检测过了 没有额外晃动的痕迹 因为这车在开的时候 也是下面底盘的部分的没有额外的那种异响 说到橡胶这一块也是在额外的说一下 也是前些日子看了一个短视频 为什么说国产的双离合的车型 例如说大众你在开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震动 包括说前后床挡的这种形式 进口的就没有 这样是进口的 没有 很丝滑 就是因为橡胶应用的不一样 进口的它的发动机旋置系统 包括说变速箱旋置系统 很多橡胶部分都用的是液压的橡胶 成本是必要高的 是因为你要在橡胶里面呢 放一些类似于凝胶那种比较柔软的形式 但是你要有保证橡胶的强度 这个是需要工艺的 这个是需要成本的 那对于国产来说呢 它可能只是想一味的保持强度 降低成本怎么做 做一个实心的橡胶就可以了 强度够不够 够 但舒适性的确会降低 这又是国产和进口的区别 好 我们再向后呢 就是它放备胎的位置啊 这块呢 原本呢只是一个塑料的形式 上面是有一些喷涂的啊 并且这辆车在中央的部分 也就是副车架部分的呢 它是有一个扰流板的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国内也没有了 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形式 我们看到啊 就是没有喷涂的这一块区域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护板的相应的位置 左侧是它的排气 如果这台车呢是更大排量的话 是双排气的话呢 这边也会有相应的排气的位置 排气的后边这段呢 也是有非常完备的隔热的形式 当然说呢轮胎啊 也是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型号呢是23545R1798W 是高于H的级别 当然我们说的是它的那个原厂的胎 前面那换过胎啊 我们就不聊了 这台车呢是2012款的 是235的胎 而2015款就变成了225的胎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2012款的话呢 轮胎呢会稍微的宽一些 好 这个是这个车整体的部分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前面 看看这台车在底盘的部分 它的得分到底说上 好 我们现在呢总结一下 这辆车底盘的得分 那底盘呢我们满分依然是55分 那在55分满分的情况下呢 这样麦腾旅行最后得分呢 是37分 可以看到底盘部分呢 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那我们的确就像我们一开始 跟小伙伴聊的 包括说昨天节约委的时候呢 也跟小伙伴聊了 这辆进口版的麦腾旅行 底盘部分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呢 那个大了铁的下铺板啊 这是简直就像是为越野而存在的一样 包括说它全铝的辅车架呢 也是进口麦腾标志性之一吧 当然说呢这个也不光是进口麦腾啊 就是在这一个平台下面 似乎我们看到的进口车型 它的辅车架都是旅回型的 包括说我们之前拆的下廊其实也是一样的 进口版的是在做加法对吧 它的很多小的细节 小的隔热的环节做的都非常的到位 就是感觉就是这个车吧 你先开十年再说 麦腾这个级别的车是帕萨特B5 而帕萨特B5是组织平台 当时的帕萨特B5啊 其实呢就一辆奥迪 行吧 也就是今天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明天呢就这辆车的最后一期 就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全的部分 而且这辆车的前后的门里面呢 也有着在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显著的设计的啊 就是这套特性之一 那具体什么明天跟小伙伴去分享 好 今天呢 台北车车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蛋冰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蛋冰块 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最后一集 甲全部分我们再见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